可是不要變成這樣 不要變成這樣 這樣子它是折 手手折 折了它沒有順骨頭 所以它沒有開 你看 是這個樣子 你看 這個樣子 它就會過去 力量就會過去 對 力量就會過去 因為你前後 它這個力量是順著骨頭走的 力量就會順著筋過去 順著筋上來 所以力量的使用是這樣子 這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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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要把它練習拉開 練習拉開 所以要順著骨 因為順著骨 力量 我 我 我 跟你們提過 全身要連成一個力量 所謂的枕 所謂的枕 就是關節要全部的連起來 是不是 那如果關節 每個關節都照它自己的活動去運動的時候 你不可能連的 因為手左關節這樣動 手腕關節這樣動 肩關節這樣動 他們各自運動方向不一樣 他們要連起來 必須那個力量是順著骨頭 因為他們共同的活動方式就是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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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 他們除了開合以外 有他們個別的活動方式 那個活動方式是不能把大家連貫起來的 唯一可以把大家連貫起來的方式是順著骨頭 關節做開 開 開 那個筋才會被拉 拉開 筋拉開以後 每個關節才會串連起來 而力量跟著筋走 那個時候力量才會順著筋出來 否則 你用它自己本身的活動方式 永遠是用肌肉在動 要不懂 要不懂 所以最大的關鍵在這裡 那這個關節開合 所以關節開合不是這樣子開 開 開合 這樣順著骨頭的方向開 開 這個是第一步 你要練內的東西 這是第一步一定要區別出來的 所以你們剛才在練的時候 肌肉 是用肌肉力讓它緊 還是肌肉放掉 是力量 用到筋上面去讓它動 這個第一個要分開 這就是運動習慣 所以你們大部分的人是肩頭 用肌肉的習慣生了 所以一用就是肌肉 現在把觀念把力量用到筋上面去 你的觀念就是把骨結拉開 每一個骨關節拉開 比較好做的就是肩跟走 對 好 對 對 來吧